我也看到外面车很多 这代表今天人很多 我想每个人来都存了一个很好的心态 起码想要为自己的父母祖先 做一点功德来孝顺报恩 也因为这样子的好心 世界就会改变 所以佛陀说世界为心照 所以进一步我们也学习了 佛陀的平等大悲心 那佛陀说什么呢 你要对你父母 对你的家人最好的方法 就是以平等心去对待其他的生命 是最简单的方法 所以我们用这种平等悲心 对待这些鱼 对待这些可怜的 刚刚各位做甘露失实 不是给这些孤魂野鬼 事实上那我们的父母就会得到长寿健康 我们的祖先就可以脱离痛苦 升天 所以希望这个精神 能够永远放在我们心里而传播下去 释迦牟尼佛讲空性 他最主要讲什么 念下来 众生平等 一切平等 这就是我们人类要学的 所有众生都有分别 狮子爱狮子 他不会去爱老虎 同一类的 就会在一起 就像这些鱼一样 这些鲍鱼 他不可能一尾 一尾他就不能活 他觉得他孤独 他们一定要整群 群游式的游来游去 他才有安全感 但是一只鲍鱼 不会跟龙虾在一起 这个就是因为有分别了 所以各位今天我们开始学佛了 那佛陀要我们以对待自己父母 以及最爱人的方法 去爱所有生命 所以愿各位从今天开始 所谓三宝弟子 他的特色是什么 念下来 守护所有生命 那各位希望能够做一个决心 所谓三宝弟子 他守护蚂蚁 他守护鱼 他守护一个穷人 甚至他守护一个坏人 那这是我们必须从生活上去实践 当然千万不要佛教徒 只喜欢佛教徒 那只要任何人有信仰 我们都希望他达到他快乐的目的 所以做一个佛教徒 也不应该只把功德 回向给自己或自己的父母 我们要把功德 念下来 回向众生 所有世界 我想住在新加坡的人 就有一点比较骄傲一点 以后我们新加坡 比较好 管理的很好 政府很努力 什么都要管 但是 政府很努力 但是我们希望世界各地 都像新加坡一样 大家过得很平安 大家有各种的福利 要这样来祈愿 如果我们满足于 我们现在自己的好 那就有一点像天道的骄傲 我比较好 我比较白白 你嘿嘿 我到新加坡来 唯一的不舒服是什么 我每次在路上坐车的时候 就看到那些工人 坐的都是没冷气的 货车 他们就坐在后面 很无奈 但是一般的人 坐在冷气车里面 当然这没办法 各有各的因缘 但是对我们一个 修平等心的人来讲 就内心不舒服 那这个也是一个善根 就是说 那个叫不忍众生苦 不忍众生苦 这是一个善根 这就是我们过去 是修的善根 看到老人 你心里不舒服 看到病人不舒服 看到穷人很难过 真想要口袋的钱 全部掏给他 你已经快修成功了 你看到穷人 看一看 你抓了一把钞票 赶快拿一块的 一百块收起来 这还没有病 至少你还有假装爱心而已 如果那个穷人是你的爸爸 你不是把一百块收起来 而是全部给他 代表你开始有不忍众生苦的习惯性 事实上你全部掏出去的时候 那你得到更多 刚刚我们开车经过私人飞机场 你就是那个主人 一个人为什么莫名其妙有私人飞机赚这么多钱 因为他有那个不忍众生苦而不失的习惯 他没想到自己了 所以奇怪 他赚钱就比别人快一点 所以我希望各位努力啊 一定要赚这么多钱 不然我们哪有私人放生鱼杠呢 我们来这边还要租呢 不小心还要被 给老 做做烟工 不行呢 不像我们去胡老板那边 那么有福报呢 随便你坐 哇 昨天烧那个王船 哇 烧到我们战性 师父我不是被冤心的 我是感动哭了 我们加拿大没看过呢 哇 一定有很多众生 坐了这个法船超度了 这样 我想是有道理的 因为 因为这些孤魂野鬼 有钱有船有珠宝 他们就高兴了 那上面写的是 持航补度 甘露充满 他们就会按照这种 心愿 得到甘露 往生净土 所以我想 世间人在烧金钱赢钱 我们也不要太反对 我们就转化他吧 我们就用一种好的念头 愿大家发财 烧的人更发财 得到财产的人 赶快去极乐 最快乐 那就转念 所以 我的意思是说 刚刚我带仁波去去看鱼 我跟他讲说 一只才两块美金 他眼睛都瞪大大的 哇 吃掉啊 那不可能 这么漂亮的鱼 可以吃掉吗 但是各位 在我们无名贪爱的时候 调查一下 吃过鱼的请举手 全部都举算了 听不懂了就算了 那个就是无名 居然把鱼当作食物 居然把动物的父母 当作食物 然后再捡一捡 哪里好吃 妈我喜欢吃鱼肚 爸我喜欢吃鱼背 还有人喜欢挖鱼眼睛 那个就是 我们没有佛性了 那时候 没有平等心了 所以各位要经常来放生 为什么 你也叫培养慈悲 掌养慈悲心 所以地藏王菩萨 希望我们多接近他 多接近这些可怜的老人 贫穷人 多接近这些可怜的悟命 多接近这些孤魂野鬼 好不好 你不要怕他 怕鬼的自己就是鬼 鬼怕鬼 因为你有这种贪欲 你有这种分别 你就会怕他 你没有贪生吃平等 你怎么会怕他 各位记住这个道理 你有空性 看众生都是佛性 你有分别像 我是女人 所以我喜欢看男人 我是男人 我喜欢看女人 那你就会有痛苦 所以痛苦不是外面有男人女人 痛苦是你内心里面有分别 有烦恼 有贪嗔吃 所以我想 我们超度也好 放生也好 我们就是发出了一个慈悲心 想要帮助众生 但是既然你想要帮助众生 那各位 一定要先帮助自己 佛教讲了 福慧双修 你一定要认真的 净化自己 时时刻刻 保持内心的寂静 所以我们大乘四法经 告诉我们 灵舍生命 不离寂静处 我宁可死了 我绝对不让我的内心起心动念 肉体死了 可以再来 但是内心起心动念 那是一种痛苦的轮回 那你内心极静了 那你对外在的世界 就有能力帮助它 就像各位在穿针 那个针孔很小 像你老花眼已经不知道了 但是你内心很极静 那个针孔你可以闯过去 所以 七月份普度 念下来 普遍超度 无有分别 大慈大悲 那你要大慈大悲 首先你要无有分别 普就是平等 平等 你要对所有的生命 所有的状况 都能够平等的接受 各位 健康好不好 癌症好不好 对对对 平等 结婚好不好 你要说好了 离婚好不好 好 管他呢 随缘 因为我没有结婚 我怎么会修行呢 对我来讲 我没有结婚 我就不知道 修行的重要 我没有生小孩 我就不知道 爱的重要 你没有生病 也不知道 健康的重要 对我们来讲 利用这些不一样的因缘 来净化自己的心 心有分别 世界就有状况 心平静 世界就平静 心清静 众生也清静 如果你生个儿子 很不孝顺 那是你的基因 你的心态造成的 所以万法为心照 所以 依报谁的正报 那你的心态 你的身体 心清静 身体也容易清静 所以我经常观察 生病的人 当然可以讲出 很多理由 业障 哪里哪里 但是 佛说 音论 尹迦牟尼佛讲的 就是根源 发行 动静 你的心态 造成你的烦恼 烦恼造成那个习惯 或业 所以有这个病 或有这个轮回 当然你可以从哪一个阶段 开始修 但是要就近 这佛法 跟其他不一样 就近 就从内心里面 开始修 所以世间有很多地方 叫太平 太平 这个太平就是 心平了 世界才会平 所以我想 那我们今天 为了要来帮助这些鱼 这些鱼 这些鱼还是少数 念一下 当愿所有 海鲜水族众生 安享天年 得身净土 死亡者 离苦得乐 消冤解结 同身净土 那希望各位 用这种心态来放生 不是放鱼而已 要放猪 要放牛 要解脚蚂蚁 要帮助地狱道 恶鬼道 存了这种心态 这个叫 大悲平等心 但是讲到这边 我很担心各位的 大悲平等心不见了 什么时候会不见 你知道吗 当你吃肉的时候 吃肉的时候 慈悲种子都没有了 慈悲心不见了 所以希望大家 希望大家 弥勒菩萨说 他成佛所定的 第一条戒律就是 不吃肉 好不好 太好了 但是这还是外表而已 真正的不杀身是什么 你的内心里面 没有贪嗔吃 因为你一起贪嗔吃 众生就会受害 自己也会害自己 所以你正的空性的时候 在解脱道说 你正的阿罗汉的时候 叫无声 不起心动念 也不可能伤害 其他众生 不但不伤害 其他众生 这个世界会因为你 而改变 所以一个不生气的人 走到一个吵架的地方 那个生气就不见了 对方就不吵架了 一个断除欲望的人 走到有欲望的地方的时候 那边人都不起欲望 哦 原来我们 我们的心态可以影响世界 这就是佛陀讲的最重要的 念一下 缘起 信空 这个缘起是 信空就是 没有单独个体的存在 一切的存在 都在被互相影响 互相依赖 所以我们随时在影响这个世界 所以为什么我们很清净的念地藏经 大家来慈悲超度放生 那会不会影响爸爸妈妈 会啊 会不会影响祖先 会啊 会不会影响你的业障 会消业障 思维空性就是平等 最容易消业障 如果我们没办法思维空性 那我们直接读诵经典 因为经典就 诠释了空性跟悲心的道理 来自我们去实践经典 那就是直接大家去普渡啦 去慈悲啦 然后呢 去孝顺那些可怜的老人啊 贫穷人啊 那这些呢 用行动去实践空性 那也可以产生很大的力量 所以大家念一下 帮助众生 就是帮助自己 所以我想各位这么努力的念经啊 我的意思是说 念一下 先超度自己 你能够先进化自己 那你就可以扩大对世界的关怀 产生力量 就像我常比喻的 地上的石头一大堆 没人捡 突然有一颗钻戒 大家都冲过去了 所以你把你自己 由石头变成钻戒 那你自然反光 你不用点灯哦 外面点灯这个光都融射到这个钻戒来 所以十方诸佛的力量都会融到你这颗钻戒来 所以一个人发起了空性大悲心的时候 十方诸佛的力量都在你身上了 要透过你无量光无量寿 反射出去的 这个叫什么 念一下 一心念佛 好不好 就是要很专心的 空性悲心的 念着奥秘陀佛 念着地上王菩萨 那你这颗大钻戒就放光了 你不用找人家 大家都喜欢投射在这个光里面来 所有植物都会朝着光过来 这就是释迦牟尼佛 哇 成为调育丈夫啊 成为士尊啊 无上士啊 因为他可以普度众生 所以我们很喜欢把佛像 漆成黄金的啦 用水晶的啦 来表达他内心的光 所以念一下 自己亮起来 世界就亮起来 所以你要自己改变 所以各位等一下我们过去那边 之前发个愿 我从今天开始不再吃鱼了 然后呢那些鱼桶子放在你手上 他就会乖乖 不然他会给你甩水 你要吃我 赶快赶快 吓坏了 鱼拿到一个杀手的手上 不吓坏了 所以最毒的龙 最毒的眼镜蛇 都要来做慈悲的护法 做佛陀的护法 做龙树菩萨的护法 因为他有一个无贪嗔痴的 极尽的心态 所以希望大家把握这个原则 希望这个月有三十天 现在过的第四天 各位再利用这二十几天 超度自己好不好 爱生气的举手 老实一点 真的新加坡都不发飙的 就这几个吗 连举手都不好意思 你看看 所以你要把它断除掉 断除掉 不然你走过去 又跳起来了 吓坏了 嗡啊哄 嗡啊哄 我要超度你鬼鬼 说你拜托 他跑掉了 你要把我杀了 因为你有个嗔恨心 鬼有他心通 鬼有简单的宿命通 不是你骗得了他 你外表 这辈子男人 下辈子女人 这个鬼还是找你 因为冤心在主 他可以逃你几百倍子 因为他记得你的心态 如果你的心态改变了 他就会被你感动 所以这个叫夜感 你起什么心态 来什么鬼 这样了解吗 你起慈悲心 来的是佛菩萨 护法神 你起称认心 来的是魔鬼 所以一心照死法界 那你的心态要保持那种 平等大悲心 为众生 所以各位等一下 拿着鱼拿起来 我爱你 直到你成佛 好不好 千万不要 放放放 哎呦 明天我吃鱼 那你这样 就像破掉的碗 你虽然修了一点放生的福报 那你吃 那这个功德又不见了 所以两个都要做 消极的 我不杀你 不吃你 积极的 我还在救你 而且不是救这只鱼 今天的命 你一下 直至它成佛 我愿乃尽 好不好 你要发这个愿 你等一下走过去发这个愿 你的立大祖先马上升天超度 光荣的不得了 哎呀 我有个好孙子 靠着他 我们来了 到了净土来了 这不是钱 这是心态 所以我想 我们大家活了蛮久了 赚了一些钱 结婚了 生小孩了 很可惜了 离自己越来越远了 人的佛性 本性 离自己越来越远 因为我们往外追求 那现在我们透过放生 透过超度 透过忏悔 透过念佛 各种修行 你一下 找到自己 回家了 好不好啊 念一下 苦海无边 回头是岸 早一点来出家吧 回到佛陀的家吧 意思是说 那佛陀在哪里 在你内心里面 佛性 本具足 一点都没有缺少 再 凡 不减 再胜 不争 请问那些鱼 有没有佛性 有 所以你用佛性尊重它 这只鱼就被你感动 它也会成佛的 今天有人拿刀子要杀你 你把它当作佛 没关系 你杀我 我愿你成佛 它就会变佛 它被你感动了 所以佛陀 累是感动了那些 杀它的国王 吃它的魔鬼啊 那些大海神 都被佛陀感动了 所以佛陀有一次 坐一艘船出去 结果 他拿了别人的珠宝 不小心掉到大海里面 掉到大海里面以后 然后 那个时候 菩萨就拿一碗瓢 一直捞海水 然后大家 笨啊 海水 海水这么大 你捞得起来吗 那大家都笑他愚痴 但是他还继续捞 海神就跑出来 你要捞到什么时候 捞到我死 捞到大海水都进 我就可以找到那个珠宝 哎呀 海神被他感动 我没有看过这种人 这么精进 海神主动把那个宝 还把其他的宝 顺便交给他 我交给你这个精进的人 因为呢 你也讲 永不退转 永不放弃 永不舍弃众生 永不起称慧心 永不起贪欲心 不要谈恋爱了 就这个意思 你要有这种决心 我不再吃肉了 我不再伤害对方了 我也不再利用对方了 欲望是这种伤害对方 是一种杀身 一个女孩子本来要来出家 你去谈她 帮她谈恋爱 她就跟你跑了 你以为你得到了 你伤害她的法身毁灭 她本来可以出家的 所以我们三四十个小沙咪 到这几年来 十几年 剩下两个其他都 拜观音菩萨去了 跟女人跑了 因为在她们长大的过程 就会觉得女人比佛陀还没有 她们不是主动的 她们大部分都是被 师父 送你一个手机 然后再传简讯给你 然后就把她 师父再见 所以各位贪心是不是害人 贪心就是害人 杀掉她的佛心 让她不能成佛 所以我们讲 不杀身不杀身的 究竟来讲 就是你不能有贪 撑吃 慢疑 你要有这个空性 放出去的心 我有什么心 大悲心 菩提心 忍辱心 只有这个 不能有负面的心态 要有正面的心态 所以如果各位喜欢 你的功德大一点 那你就要有这个心态 那你的力量就很大 所以昨天就要来 各位七月份 不要起坏心 不要吃肉 多做好事 这样的状况 你的冤心在主就超度了 因为你的力量就很大 所以动机决定功德 并不是说 我们多少钱能够买所有的鱼 根本没办法 但是心才是我们永恒的财富 用我们的慈悲心 善良的心 然后让你走到哪里 别人都很喜欢你 所以佛陀为什么说 慈戒的功德大过一不失 你今天不杀身 所有人看到你 动物看到你都高兴 我今天不贪心 所有人都喜欢找你做会计 钱放在你那边 跟你在一起 所以我师父常跟我们出家人说 你愿意做一个出家人 你一定要从内心里面断除这个贪嗔痴 让你成为一个 有人缘 有鬼缘的人 念一下 结孤魂缘 结众生缘 那你才可以度他 如果你不跟他有缘 你念阿弥陀佛他也不想听 听得好讨厌 那你的人格可以感动他 你的心态可以感化他 那你讲什么都对 就像我们被佛陀感动一样 佛陀不会害我们 佛陀爱我们 所以我们相信佛陀所讲的话 虽然我们没有见过佛陀 但是从佛陀的故事经典 让我们了解了佛陀 所以我们愿意用生命皈依佛陀 将来帮助众生 好 打开生命电视台 就是打开您的心 打开您的心 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 呈现出来 把爱 慈悲 平等 清静的智慧 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 打开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 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您现在收看的是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红发型 《小兹》 《小兹》 接到你笑 未安 到天空变得清朗 跟着你笑 幸福 充满整个心房 毁掉所有骄傲 留下慈悲的温暖 吹息拥抱分享 阳光地灿烂 喜乐的心 是飞翔的小鸟 自由却不是方向 飞得高 看得远 去感受世界的美好 喜乐的心 是神奇的舞蹈 旋转出生命的美妙 有了伴一起跳 才能发挥出力量 见到你笑 未安 的天空变得清朗 跟着你笑 幸福 充满整个心房 毁掉所有骄傲 留下慈悲的温暖 吹息拥抱分享 阳光地灿烂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今天 大家一起来 授辞 八观再见 学佛 过出家 生活一日一夜 功德无良 修菩萨道 叫广修功德 为了众生 所有 还在轮回受苦的众生 哪一天 都能够像佛陀一样 出家 能够脱离生死 成佛 度众生 在 正法念处经 上面有 一句话 他说 佛说一切法 出家 最第一 所以佛陀说的 所有的